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访问的人有点特别 你是说那个 四只小猫猫的吗 访问的是他 哈喽 他的主人 今天访问是Derek 流浪狗中心创办人 狗艺又认识对吗 这个就是分享 他就是一个无敌忙的人 他就会到处去救不同的流浪动物 哪一个主持的 他的名称 Vices for Animals VFA 对 你懂他们救的方法是那种 就是说 有些是他自己会知道 大概哪里有流浪动物出没 然后有些是人家如果看到什么 或者是知道有动物受虐待的话 人家会打给他 可是我觉得他做的比较特别一点 是他的那个领养的方式 蛮有制度的 就是说 不是谁来他就可以让你领养 是他必须要先跟这个人讨论过 然后了解说 这个人的家庭成员 要摄影他们的背景等等 因为他好像也是那种小时候 没有问过爸爸妈妈 然后一一八口带回家的那种人 可是这个怕我不是很确定 等一下又问他 我访他过几次 基本上谈的都是他的工作 我很少问过他个人的事情 所以 他也是很多背景啦 就是说他有 有些问题 跟法律 然后他也当过警察 所以他几岁 对他今天 我本来还笑说 你凭什么来上年轻人节目 所以他今天是 我以为他40 有没有 他还是百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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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九 三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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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我们有一个案子在 二零二零九年吧 我们捕捕野荣 因为他不要做了 然后我们就把他的狗 就买下来 然后我们就重新带那个狗 好 我们一般上讲说 需要帮忙的动物 大家第一个反应的话 还是流量动物 但是除了流量动物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 各种各样的情况 对吗 对 如果你问我的话 在这十多年 我们在拯据动物 看到那些被遗弃的动物 通常比较糟的 通常都是从屋子住家出来的 那一种你被警察抓了以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个 不好玩 对吧 我很害怕 真的 就吓到一下子 那算是你人生的转机点吗 其实不是那个吓到的东西 所以把我拉回来 肯定是看到那个画面就是 父亲和妈妈在哭 就慢慢就 开始就换工了 然后我就离开那个 竞选部队了 所以我其实去卖马蜂热 因为你知道 人们就说 然后再赚钱 哇 油 and gas industry 是赚很多钱 所以你听到这个马蜂热 哇 就想去尝试 好 我去尝试了 一年半 不是 嗯 不像我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走 就去出车 去一些电视剧 成为他的项目计 结果 结果也是 结果 结果也是 完乐 然后我出现了一个机会 我把六岁除掉 就是后来的电视剧 然后再不认为要做什么 再在购买 不认为要做什么 然后就有一个好朋友 就跟我说 他讲 有一个床日监 他们要卖掉这个行业 我跟另外一个朋友买下来 我们已经谈讨了 你是最好的人去管车 你很努力吗 然后我说 给你去经营 他们买 对 他们就 然后就说 这个东西蛮不错的 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 然后就下来 Sunny Heights 看 然后看了我就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 然后他就这样 然后他就买下来 然后就拿下来 到现在了 到现在 这两边跑 就是你VFA在坡坡那边 然后机会来了 你在Sunny Heights 所以两边不同的地方在哪 那个时候两边 因为一个是做工 然后我需要专注于工作 然后在VFA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全联络员在那边 一个联络员 他是帮我们照顾我们的动物 然后他会报告我们 然后我们才安排 所以至少比较放心一点 我看你们又忙着救动物 很多时候又会有新的 对 然后还有医疗 对 而且针对医疗 你有没有接受过正式的训练 还是都是你自己 我其实是蛮 我挺幸运的 所以在警察部队的时候 我是他们的所谓的 in-house para vet 就是不是真正的 但因为他们送我去很多训练 所以我去医疗医院 去医疗医院 去学很多东西 所以走进这个 医疗救生局的时候 我就会有很多这些技术 像抽血 看鸟 狗生病 然后大概可以做的东西 大多数都会做 可是整个就是托管中心 还有这个流浪动物中心的整个营运 基本上都还是你自己亲力亲为吗 大概都是这样 因为在Sunding Heights 我有我的组织 一个组织 然后帮我管理也是 这些是全职员 全职员 然后我的职员 我有我的奖务员 其实我的奖务员 真的很强 因为他们不一样的人 有不一样的职员 但是我想无论是生意 或者是帮助流浪动物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很多没有接触动物的人 他们不会明白说 当你帮助的是那个动物 其实你帮助到的是 跟它有关的人 有的时候你可以帮助到 整个家庭 对 这种故事你应该看了很多 很多 从2009到现在 十多年 十一年 然后你看到 的数量 对 对 这种故事你应该看了很多 有些已经走了 然后从那里 你看到他们 其实陪伴他们的主人 然后每一个主人 都有他们的故事 然后那个狗仔 他们会讲什么 他们在我生病的时候 他们是最好的身体 然后我在这个时候 我在生病的时候 他讲 他是我的最好的 因为我在经历 症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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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老公不了解 然后他就来 他会顺着我 他不会弄我的压力 然后不会 他弄乱整个地方 他知道这些事情是发生的 所以那些很好 然后很多那些故事 然后后 我觉得听到了 其实在最后的日子 你救了他们 然后你给他们一个脑架 然后听到这些故事 哇 真的那些 的时间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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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很很好 你觉得狗狗对于这些人类的帮助 像不像是你小的时候 因为有只狗狗 会让你特别想回家当时的感觉 会 真的会 我觉得真的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现在在这个社会 你看 那些流浪的猫 在那些社会的狗狗 然后其实很多人放工 第一个东西 他们没有养猫在家 还是有些已经有养猫在家了 他们第一件事就是 放工就是赶回家 就是去 挥猫 拿他们的袋子 就是走下去 就是挥那些流浪猫 对 因为现在他们有些东西 去看 像一些老人家 他们已经没有东西做退休了 我不是说他们很可怜的 我就觉得他们其实 这些东西 其实给他们一个意义 意义 还有一个理由 让他们要生 我就觉得很有意义 这些动物其实在这个社会 其实帮助了很多人 默默地在帮助很多人 很多人是不了解的 是 对 你觉得你人生已经经历这么多 做了这么多事情了 你接下来还有没有 特别想要完成的目标 我觉得就是要把动物 可以把他们发扬成 另一个级 就是人家看他们不是 是狗 是猫 还是一个什么 然后他们会更加尊重 他们会比较尊心他们 认可 认可动物在我们生命当中 办的角色 他早早就说了 就是讲说到了另外一个阶层 就是带他们去做 生命当中 帮助这些弱势群体 或者是老人院的 残障人士 因为你看现在 我看来那个流浪猫 真的他们有 你不要看 虽然他们没有家这些 但他们是有意义的 他们会把一个人 真的在一个 例如一个人很累 很努力 在做工的时候 然后回家的时候 就是看到他的猫 嗨 今天好吗 你看到一个 有时候我看到 像我一个摆字 我会跟他们讲这些 有了没有什么东西 后面有人走过去 小微这个风子这样的 对 除非你在一个宠物餐厅 每个人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对啊 你就看了 你有很多自己 对对对对 有想过吗 要开宠物餐厅 或是客宠物餐厅 客宠物餐厅 客宠物餐厅其实蛮多的 对不对 客宠物餐厅就不一样 对啊 好的 客宠物餐厅是 服饭狗肉 还是服饭狗面的东西 人吃的东西 可是可以带宠物去的 对 好的 我小时候就很想做小饭 因为我从小时候 是很随便的 小时候就是妈妈在忙的时候 然后爸爸在做工的时候 就是我很喜欢煮东西 现在我的机会来了 然后就是想开一个 那个小小间的餐厅 是可以带狗进来的 好的 是已经有具体计划了 已经有具体计划了 已经在计划了 所以是在1月会开始营业 所以在哪里 这个地点 在Sunny Heights 哦 也在Sunny Heights 因为Sunny Heights 我们现在有一个狗狗的餐厅 然后我们的客宠要走了 然后现在在这个情况 比较难找人家 那个是狗咖啡 狗咖啡 对 狗咖啡 然后就是在想 不可能放空 然后就想 我们的餐厅其实是挺大的 然后在那边就是 如果那个餐厅 如果继续走 然后又更多人会来 所以我就想 好 把餐厅拨打开 来做厨师 现在我又要带多一个帽子 厨师帽了 然后我其实是蛮一个创造的人 所以那个餐厅的名字就会叫 不好吃 你的餐厅叫做不好吃餐厅 是的 请问你的创造在哪里 因为你看 如果人家真的来吃的东西 他们觉得 这不是我的胃口都不好吃 然后就跟他说 你来吃了 你就大惊不好吃 你就觉得不好吃 就已经跟你讲了 好吗 然后如果人家讲 去一个不好吃餐厅 哎 不好吃餐厅的东西 真的很好吃 好幽默哦 那英文名字叫什么 不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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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Derek带回家里的狗都是老狗 他每天晚上会跟狗狗说心事 他风却想要拯救流量动物的年轻人 即使社会上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干扰你 不了解你的工作的人甚至会讨厌你 但更多时候支持你的人会更多 最重要的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不要轻言放弃 活出精彩的生活 不一样的人生